2015年9月 美国的财富集资 发表了首次编选的 改变世界的企业名单 全球有51家企业榜上有名 为什么要表扬企业发挥 改变世界的能力呢 原因很简单 世界各地都面对着 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 环境生态等严峻问题 但是依赖传统方法 好像等待政府想办法 等待非政府组织协助 又或者等待慈善团体 和互相作出慈善捐献 去减轻、解决众多社会问题 这些渠道已显得越来越触及 在海外 很多具前瞻性的企业家 都正在运用自身企业的核心能力 将社会面对的挑战化为商机 在创造企业利润的同时 运用市场力量、策划相对行动 帮助舒缓种种社会问题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创造共享价值 造福社会 改变世界 已成为全球各地 高瞻远足的商界另致共识 在香港 这股令人鼓舞的风潮正刚刚起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有啟发性的案例 《要有光》推出的光房计划 鼓励拥有空置单位的业主 而低于市价向单亲父母租出单位 期限三年 另一个计划 光屋 就翻身深井一栋超过50年纽龄的前沙厂属社大楼 提供40多个单位 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刘明伟将自己一个物业租出光房 而他所属的企业也为深井这个项目 提供建造翻身的技术支援 光房这个社企 我也是非常尤以示用一些 没有被租出去 没有被很善用的单位 去帮一些弱小的社群 帮助他自力更新 因为光房的特质就是 不是长租 是有一个期限 是期限里面 帮回自己 跟着自力更新 继续投身社会 你看到光房最成功的因素是 他找到很多有心的 私人个别的业主 去组应以这个模式 我们是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 企业可以担起领导责任 将环保概念推移广之 有一个发展商 将环保建筑概念 注入发展策略 其中一个项目 就与社区、大学、工程师、建筑师 攜手合作 装置太阳能板 风力和水力发电业轮机 令项目发挥最大环保功能 在香港 70% of our city'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comes from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buildings in this project we have installed solar panels wind and water turbines to capture renewable energy and in many places we have extensive vertical greening and landscaping 将艺术和餐饮结合 既可提升餐饮体验 亦可推广艺术 一举两得 香港就有一间餐厅 除了展出本地和海外艺术家的作品 更借出场地 给本地艺术家做交流和展览 令餐厅成为艺术和生活结合的平台 艺术和社会是色色相关 艺术是engaged到我们作为我们人 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 对话的一个大学 作为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都很想 主动地去接触 去engage community里面 做着很有趣的东西的同一朋友 企业追求利润 实在是理所当然 不过很多企业 亦都是富有理想 中小企老板 王达强 和太太江丽萍 就创办了一个 连锁洗衣店 实践工作用人的理念 创造相见共用的工作环境 给全体员工一个 各展所长的机会 一般企业 都会将利益 推到最大化 这个推到最大化 其实是会令到人 太大压力 所以我们 钱是要赚的 但不要去到这么尽 所以应该是花多一点时间 在培养人 那里 那个同事 虽然他是有少少弱能 但他的能力 特别是专注在某一个位置做事 看到这个同事的长处 然后给他一个好的位置 其实这个会令到同事开心 同事的妈妈 爸爸又开心 而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提升 为了解决香港的社会问题 我们很高兴见到个别热心人士 成立社会创投基金 透过发掘和培育社会创新项目 带动企业加入 为社会和商业创造公赢 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不同社会初唱 我们这些社会初唱 都和很多企业结合 很多合作出来 包括Green Monday 我们大区务 和很多不同的 现在就算地产界别 我们很多店铺 会在那些地方开 虽然我们不是给一些 很市场的租金 但他们觉得 我们都想探议这部份 除了他参与了环保 其实也是同一时间 他多了三年 所以这件事 我们常常说 Mutual Benefit Shared Value 我想将来的希望就是 不应该只靠社会 去改变社会 应该是所有企业部份 在做生意当中 如何令社会能够达到好 俗话说 一代人做一代事 企业也是一样 每一代的企业 都会面对暂身的挑战和机遇 商社罪业 就是代表新一代的商界领袖 承担新一代的使命 共同关心社会 凝聚智慧 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前进的坚实力量 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前进的坚实力量